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們利用元旦的假期 歡迎各位小朋友一起來學象棋 跟爸爸媽媽玩象棋 那我們繼續介紹其他剩下棋子的走法 請各位小朋友要專心聽 因為接下來要介紹的棋子 走法有點特別 請大家一定要好好學 才不容易弄錯 那我們首先先介紹的是 既然要介紹的是 是什麼呢 就是四 四在九宮溜滑梯 四在九宮溜滑梯 老師來排一下 四在九宮溜滑梯 什麼意思呢 我還記得什麼叫做九宮嗎 九宮誰知道 九宮就是 九個國王走的皇宮 也就是這個地方 這邊總共有九個點 總共有九個點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八個 九個 這個叫做九宮 黑方的九宮在哪邊呢 黑方的九宮在這邊 這邊 一樣有個大方框框框 然後有九個點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八個 九個點 這叫做九宮 四代表的是什麼意思呢 四就是國王的保鑣 如果你是在歐洲國家以前有一段歷史 裡面就有一種人叫做歧視 歧視 歧視就會保護他的國家 保護他的國王 如果是中國的歷史的話 有這個衛士 這個也是保護皇帝 保護自己的長官 就是保護自己的將軍 保護自己的帥 這個呢 四是怎麼走的呢 四在九宮六滑梯 所以四他是走斜線 怎麼走呢 老師來示範一下 四呢 這個是 唉唷好胖 好 說一下 這個呢 這個四呢 他是走斜線 從這邊 如果是在這邊的話 他就走到這邊來 如果他是在這邊的話 就可以走到這邊來 也可以走到這邊來 他在這邊 他也可以走到這邊來 也可以走到這邊來 所以四是走斜線 從一個點走到一個點 中間沒有經過其他的點 小小的一個斜斜的 斜斜的走 老師示範一次 所以如果是這個四 他現在可以怎麼走 他可以走的就是 六滑梯溜上來 這邊呢 有沒有看到我們這個九宮 有畫斜線啊 這個斜線就是四的軌道 火車呢 就是要走到軌道上 這個四呢 也是走到這個象棋棋盤的軌道上 就是走斜線 那換黑方呢 黑方就是走四 假如黑方要走四 就是他就走這個斜線 好 那我們假如 假如 現在紅方呢 這個四跟這個四 那這個四呢 他可不可以動呢 因為這個四 我們說四走斜線嘛 所以這個四 他如果要斜線 那不是要走到這邊來 那不是把這個四給撞飛了 好 自己人也不可以撞自己人 對不對 所以這個四 他現在剛剛好不能走 但是他中間這個四呢 中間他在中間這個位置呢 他這個四呢可以走的 他可以怎麼走呢 我們就來看看四走斜線 所以他可以往這邊 也可以往這邊 也可以往那邊 但是他就是不可以往哪邊 那邊 哪邊 因為這邊有個四 所以他不可以往這邊走 知道嗎 會撞到 如果沒有這個四的話 他就可以往這裡走了 好 老師示範一下他可以往這裡 對不對 好 還原 那這個四也可以往這裡 是嗎 還原 那這個四呢也可以往這裡 好 那同樣的呢 換黑方 黑方這個四呢 他除了不能吃掉自己的王以外 他可以溜滑梯 好 溜滑梯的時候下面有一個王 你不能去踢他 好 溜滑梯要注意安全 所以四呢 往別的地方溜滑梯 往這邊走 咻 好 溜過來 他也可以咻 溜過來 好 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啊 好 那老師出一個應用題 好 應用題 好 應用題喔 好 我們介紹過這個炮 好 炮很強 他又叫做大子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題目 如果紅方先 好 注意看喔 黑方 黑方呢有兩個炮 好 兩個炮你將來會知道一個炮50分 超強的啊 這個叫做大子 兩個炮加起來100分 好 那紅方呢沒有大子 好 也就是說紅方沒有狙馬炮 好 正常情況下呢 紅方呢如果是我們 我們要慘了 好 但是呢現在剛剛好話 紅方走的話呢 紅方這個琴呢 他可以吃掉一個炮 好 吃掉一個炮呢 剛剛好就成為了平手 好 變成合琴喔 那黑方呢就贏不到我們紅方囉 好 所以大家猜猜看 要怎麼樣吃到黑方的兩個炮的其中一個炮呢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注意什麼呢 好 注意位置 好 因為黑方這個炮的位置 好像有點面熟喔 黑方這個炮的位置 好像有點面熟喔 好 為什麼有點面熟呢 好 因為 因為我們剛剛才講過 紅方的勢他常常可以跑到這邊來 對不對 紅方的勢是不是也有機會可以跑到這邊來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就利用一個旗子來做抓雙 好 這個講的比較厲害一點叫做抓雙 很內行 好 那我們講比較白話一點呢 就叫做二選一 好一次抓兩個 然後他兩個選一個 好 我們就吃掉另外一個 好 所以紅方呢這個時候可以怎麼走呢 紅方這個時候你可以用你的士 好 這個士來立大功 好這個士呢 他可以走斜線這樣 咻 走上來 好 咻走上來 要做什麼 好想一下 然後我們的小朋友一看就知道了 好 這個好這個士呢 好他待會下一步他是不是可以吃這個泡 對 他是不是也可以吃這個泡 對 所以如果你跑這個泡 黑方如果跑這個泡 好你將軍我 那沒關係 我剛剛好把你另外一個泡給吃掉 好 那如果你跑這個泡 好 不管你跑那裡 跑到天涯海角 我不管你了 好那我就是要把你這個泡給吃掉 好那這樣子的話呢 因為黑方的這個泡呢 雖然是大隻 但是呢他的泡架太少了 好所以呢 他剛剛好沒有辦法贏紅方 一個帥一個士 好那 有這個老師要考考你喔 好 在稍微複習一下前面講過的 如果黑方兩個 好老師是大魔王 老師很奸詐 好老師是黑色的 好那這個時候如果呢 黑方的王 好黑方的這個 黑方的泡呢 他都不跑 老師呢就動一個王 嘿嘿 動過來 那請問你要吃哪一個泡 右邊還左邊 好 如果你答右邊或答左邊的小朋友呢 恭喜你答錯了 好你要記得喔 如果你現在 記得的時候 記得的時候 如果你變成了很貪吃的小朋友 你急著把泡給吃掉 急著把這個芝麻包給吃掉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好還記不記得老師講的下 好象棋第一條叫做什麼 隨 隨什麼 好隨時注意 雙方的王 所以你走 騎之前 跟走之後 你都要看 好你走之前 你就要先看清楚了 你走這一步 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如果你把這個泡給吃了 那請問紅方的王跟黑方的王中間有沒有棋子 中間有沒有棋子 中間有沒有棋子 等這個四走開了以後 中間有沒有棋子 沒有 那你把四走開 黑方的王就會跟你說謝謝 他就把你的帥給怎麼樣 吃掉了這個叫做什麼 王 劍 王 對不對 所以你要記得 你現在不能吃這個泡 老師我懂了 所以我要吃這個泡才對 老師就昏倒了 因為你吃這個泡的話一樣 一樣的道理 因為黑方一樣 他是什麼 王 劍 那你呢 老師又要跟你說謝謝 把你的帥給吃掉 所以這個時候兩個泡 你要不要去吃他 不急著吃 因為你吃了你會害你的王被這個黑方的王看見 所以我們不要急著吃 我們只要走 這一步 走出來 那我們下一步 是不是還是可以吃這個泡或吃這個泡 對不對 好你不走這邊 我說我走另外一邊也可以 好那是不是我下一步 好如果你走這個泡 我就吃你這個泡 好 如果老師大魔王呢 走這個泡 那你就可以吃這個泡 對不對 好所以呢 這個快要被你吃掉的棋子呢 你不急著吃他 他反正跑不出去 你只要小心不要被 偷襲了就好了 對不對 好不要被王見王 好這個是複習一下 好所以是很簡單 好最後老師再強調一下 好最後老師再強調一下 好請問 好老師換一個棋盤來來講 好這個是我們這個 台灣的陳日尚老師設計的象棋工坊 好這也是一個很好的這個棋子跟棋盤的使用 好那大家呢 好可以這個看看好這個棋子棋盤很漂亮 好那如果老師 好老師設計一下 好老師設計一下 好如果 好老師要說什麼呢 好如果紅方的士 好你看喔 我們現在要現在要排棋子 請問紅方的士有沒有可能 好老師用畫的 好老師用畫的 如果紅方的士 你會不會看到你下棋下一班的時候 出現在這邊 這邊 有沒有可能 好答案是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老師說四在九攻 溜滑梯對不對 好你再看一次 好老師先把王放上去好了 好老師先把王放上去 好老師先把王放上去 好這邊黑方有個王 好紅方有個王 好你的士呢 好老師再看 再問你們一次 好紅方的士 紅方的士 你會被嚇一下 以後突然出現在這邊 有沒有可能 剛五扣您 好因為呢 你的士在九攻溜滑梯 你什麼時候翻牆出來了 都不知道 好還有的小朋友更厲害 老師我的士 把對方的王給吃掉了 好把對方的王 把對方的棋子吃掉了 好怎麼吃的 老師啊我的 你就四在六滑梯嘛 從這邊走到這邊 從這邊再走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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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走到這邊 哎呦過河而已啊 吃吃吃吃 最後把人家的棋子給吃掉了 啊那可以嗎 你的士會出現在這邊嗎 好答案是不行 不行不行 好因為士在九攻溜滑梯 好九攻 所以你要老師要問你的是 請問紅方的士只會出現在 只有可能出現在哪邊呢 好答案是 紅方的士他一開始在這邊 對不對 好紅方的士他一開始在這邊 對不對 對好還有紅方另外一個士在哪邊 在這裡對不對 沒錯啊好那 紅方的士如果走一走他最多 這個是他可以走到這邊來 走到這邊來 好所以是這個點 這個點他可以走 他可以出現在這邊 可以出現在這邊 也可以出現在這邊 還有我們剛剛不是有吃掉黑泡嗎 所以他可以出 可以可能出現在這邊 他也有可能出現在這邊 好那紅方的士還會出現在別的地方嗎 好不可能 所以紅方的是只有可能出現在棋盤上的幾個點 就是這幾個點 總共有幾個 一二三四五 紅方的是 紅方的是他只會出現在這五個點 地方 這個是四的加四走的地方 他只會出現在這五個地方 絕對不可能出現在任其他任何的地方 了解了嗎 好所以黑方的是呢 黑方的是會出現在哪邊呢 黑方的是當然 一樣他只會出現在這邊 有可能出現在這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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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只會出現在這五個點 好所以千萬不要讓老師看到 下棋下到一半的時候 欸你的紅方的是怎麼跑 跑過河了 都把人家一起吃了 好他只會待在自己的九宮 好所以叫四在九宮 溜滑梯 好了解了嗎 好那我們接下來 好四呢 如果你學會了 好那我們更容易了 我們就可以交其他的旗子 我們就可以交相跟馬 好那老師首先先交相好了 先交相 好相怎麼交呢 好老師再換回來 好相 好老師來排一下 好 帥 這樣 好 好相 好相一開始是排在這邊 好相有幾個呢 兩個 兩個 OK 好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紅方的相在這邊 黑方的相一開始在這邊 好那相是怎麼走呢 好相的走法呢 跟四有點像 但是他的這個 身高呢 好這個相呢 長得很高很大 好所以他跨出去呢 是四的兩倍 兩倍那麼長好 所以相呢 他是怎麼走的呢 老師會用分解動作解釋一遍 分解動作 你要做一二 一二 好所以呢 這個相 好這個相 好這個相 如果他要往中間飛 他可以往這邊一 好這個老師會叫做一 好了 太大了 好 這個叫做一 好這個叫做一 好再來 再來 一過來以後呢 二 二 好 二 這個是二 好所以 向走一步呢 會走一二 直接到這邊來 好他可以 你會看到高手呢 好比賽的高手 他直接就跑到這邊來 好但是老師做分解動作 是說他從這邊走到這邊來 中間先花了兩個小的動作 好叫做一二 記得了嗎 他的一是跟四有點像 好就是從一個點斜過去走到一個點 二也是從一個點斜過去走到這個點 好所以老師示範一下 像他可以直接走到這邊來 好但是老師請你做分解動作 一 好一他不會停下來 好只是會經過的意思 一二 好了解了嗎 一二 好那這個像他除了從這邊飛到這邊 那他這個像可以飛到哪邊呢 好我們先畫黑方 好黑方呢一樣 好老師再複習一次 好跟著老師來 一 好一只是告訴你這是一 好這是經過的 會經過的地方 一定要經過的地方 是這裡 好然後呢 二 好二在這裡 二就是他的終點站 好真正他要到的地方 好所以他會在二的時候走完一二的時候 停到這邊來 停到這邊來 OK 好所以呢這個像呢 他會去一二 好飛到這邊來 好那紅方呢 好紅方老師如果要走這個像 如果要走這個像一樣 好那他有很多個方向 好比如說 紅方如果他要 一 好跟著一下 好天色 好如果呢他要這樣子 一二 他就可以走到哪邊去 好就是走到這邊來 他如果要從另外一邊呢 好他如果要怎麼樣 一二 好那這個像呢也可以走到這邊來 好這邊 OK這邊 好這邊 好那這個 這個像呢他也可以回來回家 好剛剛從這邊來的 一 二 走到這邊 又走回剛剛飛的地方 好他本來可以往這邊走 一 二 結果熊熊發現什麼 熊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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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發現什麼呢 好發現這邊有一個像 我們自己人不能中自己人 好所以這邊呢他現在暫時不能中 好要等他走開了才能中 好老師就示範一次了 好所以這個像他可以一二 跑到這邊來 了解了嗎 好還原一二 也可以跑到這邊來 也可以一二 跑到這邊來 好也可以一二 不行撞到撞到自己的像 不行不跟你走 好那如果是這個像他要走了 好這個像的話一樣 一二撞到自己 好還有另外一邊喔 斜的走一二 跑到這邊來 好那黑方這個像呢 一二 跑到這邊來 好再來 好如果呢 這個像呢 往這邊走 撞到自己的 好所以這些像可以來飛一飛囉 好老師隨意的飛一飛好 但是他都要照著規則走 照著規則走 好現在換 好現在換黑方還黑方呢 一二 紅方呢一二 好那黑方呢一二 紅方呢一二 好黑方呢一二 紅方呢一二 好黑方呢一二 紅方呢一二 哎呦 兩個像可以跑到邊邊去對不對 很好 好那黑方呢一二 哦兩個 同一條線 一二 好所以像是這個樣子走的喔 好你說老師這個像好像很會亂跑耶 好可是你要記得喔 好我們現在講的這個像呢 不是鞠馬炮兵 好不是鞠 不是馬 不是炮 不是兵 好所以黑方的像跟紅方的像 他雖然可以一二 但是他不可以 不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他不可以過河 他只能待在自己的國家 好所以你看黑方這個像 他可不可以這樣子一二 飛到這邊來 好不行喔 好不行你看看這個像 他不能飛過來 好所以要記得喔 老師啊 老師用筆記給你做一下 好 做什麼呢好記得一句話 像不能過河 好 稍微做個小提示而已 像不能過河 像不能過河 好我們用走的就知道了像不能過 OK 好那所以呢 紅方的像跟黑方的像 他們可以走到的 這個位置也是固定的喔 好什麼什麼樣的固定的呢 好老師把 好看看 好還原 紅方的像呢 出現在棋盤上呢 只會出現在固定的幾個點上 好比如說如果你看 讓老師看到你的像出現在這邊 有沒有可能 好老師就昏倒了 好如果是高手下棋的話 這個像呢 一輩子都不可能出現在這邊 好因為像不能過河啊 那他從哪邊跑到這邊來的 好不行喔 好那像 你說那我在自己國家隨便亂擺 好那請問像 紅像呢他會不會出現在這裡 好老師跟你講 如果你都走對的話呢 他一輩子都不可能出現在這邊 會出現在這邊 只能說是走錯了 好犯規了 好不對喔 像不會出現在這個點 那他可不出現在這個點 NO不行 他能不能出現在這個點 NO不行 好為什麼不行呢 好我們先看看紅方的像 他到底可以出現在哪邊 好那我們就把像全部都走完 你就知道啦 好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好那老師呢來做一下痕跡 這個像 這個像一開始在這邊對不對 一開始不是在這裡嗎 唉呦 好等老師一下 好一開始呢 紅像他的起點在這邊 所以代表像他是可以出現在這邊 對不對 好再來呢 他的要這樣 1 2 所以呢紅像他還可以出現在哪邊呢 紅像他可以出現在這邊 好因為他剛剛是從這邊1 2過來 好紅像還會出現在棋盤的哪邊呢 唉呦這個要把它擦掉 老師不小心點到的 擦掉 好 然後呢這個 好紅像還會出現在哪邊呢 如果從這邊繼續旅遊 1 2 是不是跑到這邊來 好跑到這邊來 好 34 第三條直線 第四條橫線 好再來如果再從這邊繼續旅行呢 1 2 好我們不重複 好就回到這邊來 好這個叫做中向 中間的橫 第五條直線第二條的線 5 2 好再來呢 從中間呢他又可以往哪邊走呢 好他可以往這邊 也可以往這邊 好他就這樣 1 2 好跑到這邊來 好跑到這邊來 好那這邊有向了 好如果你是另外一隻的話呢 這邊有向了 好不能過去 1 2 好再來呢 這個向呢 他也可以往哪邊 好除了回到原來的家以外呢 他又可以繼續往別的地方走 1 2 1 2在這邊 好再來這個向他又回到哪邊呢 好他可以回到這個位置 好假如這邊沒有向的話 1 2 好這個向 好一開始的地方啊 好這兩個地方呢 就是向放的位置 好還有沒有其他點 好沒有其他的點 好所以你注意看 總共就是這些 紅方的向子會出現在這邊 只要摔在這裡 紅向子會出現在這邊 不可能出現在別的地方 如果出現在別的地方 代表走錯了 好代表走錯了知道嗎 好所以總共有幾個點 1 2 3 4 5 6 7 好紅方的向子會出現在這7個點 好這7個點 你還可以把點跟點連起來 就會變成這樣子 嗚~~連起來 嗚~~ 嗚~~ 好像什麼 唉呦 好像一個倒下來睡覺的巴對不對 又好像蝴蝶結對不對 好又好像大眼睛 唉呦看著我們是嗎 好所以總共有這7個點 這7個點 紅向子會出現在這7個點 如果出現在別的地方就錯了 好那黑幫一樣的道理 黑幫一樣的道理 黑幫的向他從這邊走到 這邊來 這邊來 好這邊呢又走到 這邊來 好那這邊又走到 這邊來 好那這邊呢又走到 好可以走到這邊來 好然後呢又可以走到 這邊來 然後呢又可以走到 這邊來 然後呢又回到 中間的位置 然後呢又回家 環遊世界 這樣嗚~~打了一圈 好所以黑幫的向也是這樣 1 2 3 4 5 6 7 7個點 好所以記得喔 然後向他是有固定的點的喔 好就是這7個點才能 你才能放的喔 好有沒有問題 好所以向呢 好向呢 他的這個位置是固定的 位置是固定的 好那接下來的時間 好我們要學一個比較 好比較有很多小朋友呢 他比較需要 好不斷的複習的這個旗子喔 好那還剩一個旗子沒交而已 好還剩一個旗子沒交 我們全部都交完的話 你可以迫不及待的就下一排 完整的旗 好之前你可能只有用炮啊 用狙啊 好那現在呢你所有的旗子 你都會用囉 好那老師現在要介紹的是 好是馬 好剩下這個是馬 好 欸更正一下 老師先再講一個像 好像有一個地方很重要 好老師呢 差點忘記講了 好老師為什麼要講1 2呢 好老師做一下題目 好我們來做來設計一下題目 好先設計成這個樣子好了 好現在假如換紅方 好請問紅方的像 他現在可以跑到哪邊去呢 好我們說呢 除了炮以外其他旗子可以走就可以吃 好那紅象如果他要吃旗子 他可以吃誰 好記得了嗎 他是斜的走 斜的走 斜的走呢 他有兩個方向可以走 讓他讓我們選 一個是往這邊 1 2 所以他可以跑到這個點 好他可以跑到這個點 好老師把他插一插 有的時候變箭頭 好1 2 好所以呢他可以 好可以在這個點 好那他如果往另外一個方向 往另外一個方向的話 1 2 所以跑到哪一個點去了 欸答對了就是這個點 好就是這個點 啊箭頭用一畫 好所以呢 紅方的像他如果要吃可以吃誰呢 當然是1 2 把G給吃掉 好那他也可以 唉呦 好 把G還回來等等 G G復活了 紅象可以吃掉這個G 紅象可以吃掉這個G 知道嗎 G又不見了 好好特別喔 好 把他復活 嘿帶回來 好那紅象可以吃G 好那請問紅象可不可以吃馬呢 不行因為他只能1 2 他最多只能跑到這邊 離馬好近 可是呢紅象沒有辦法吃黑馬 紅象沒辦法吃黑馬 好他可以吃G 好那再來 好再來 如果說 如果說老師呢 現在再設計一下題目 好剛剛紅象不是可以吃黑G嗎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好 請問呢這個時候紅象可不可以吃黑G 好紅象可不可以吃黑G呢 好答案是好我們用走的就知道 好你可以試試看 老師不是說我們走這個象的時候可以先用分解動作嗎 好分解動作 所以你要走的時候你就1 2對不對 1 結果你1的時候請問有沒有撞到旗子 好答案是有對不對 你是撞到誰 好撞到了黑炮對不對 那你既然1 好你既然你的1已經撞到了旗子 那你可不可以再跑到2呢 答案是不行 好不行 所以呢 你這個紅象可不可以吃黑G 好答案是不行 你看好老師按下去呢不給老師吃 好因為呢你被這個炮長住了 好那這一招呢就叫做塞向眼 好老師用血的 好這個叫做塞向眼 好眼睛被塞住了 好眼睛被塞住了 塞向眼 好向眼被塞住了 好如果你是紅象的話呢 我們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好紅象好 塞向眼眼睛被塞住了 所以你不能吃掉 好他不能吃掉他 好然後 好如果說老師換一個旗子 好換一個旗子 我們把黑炮換成紅炮 請問有沒有差別 好紅象可不可以吃黑G呢 好我們猜猜看 好猜對了嗎 好紅象結果是不能 吃黑G的 好雖然是自己人 欸自己人 請你放過我 把G給吃掉好不好 好不行 好就算是自己人也是不行 因為還是犯規違規了 好因為這個炮呢 剛剛好擋住了 就變成塞向眼 好就叫做塞向眼喔 好所以記得 像呢他的走法裡面 有一個叫做塞向眼 你要注意到 好你要注意到 好這叫做塞向眼 好接下來老師要教一個很重要的旗子 好叫叫 最後一個旗子 就叫做馬 馬 好馬老師要開始教囉 請各位同學注意聽 好馬老師先示範一開始的樣子 好馬跟像一樣 老師會建議你 我們用分解動作開始學 好馬的分解動作怎麼用呢 好馬如果要走的話 好他可以呢先走一 好一的時候呢請你沿著線走 你可以往直線或橫線都可以 好老子先示範直線一 這個叫做一 好這個叫做一 好你一完了以後呢 然後呢再走的像是一樣 好是一樣走到這邊一了以後 經過這個地方以後 你在二 二的話你可以走這邊 變成二 或者是你也可以再走這邊 好再走這邊 變成二 好老師馬上來示範好 直接具體的來走 這隻馬如果往前往一 一是這個方向的話 他就一二 是不是跳到這邊來了 沒有錯吧 好還原 如果馬呢要一還是要往這邊 我就一二 好是不是有這邊 好會了嗎 好那他如果橫著走 我們一的時候如果我不要走 不要往前 剛剛是一在到這邊嘛 好那我不要 如果我要這樣子一 可不可以 好答案是可以的啊 好當然可以啦 一 好那你一完了以後呢 你二要走的像是一樣 所以你的二要怎麼走呢 好往上或往下 欸往下 撞牆了跳到海裡去不行 好所以呢 好所以怎麼樣 好所以把它擦掉 擦掉 擦掉 擦 好所以呢 我們的二呢就是往這個方向 二 好二在這邊 好所以你就知道他最後這個馬呢 他可以跑到哪邊去 好跑到這邊來對不對 好我們來老師來走一遍 一 二 好是不是就跳到這邊來 好所以這個馬呢 好他可以這樣下 再來呢一二一二 好一呢這個馬呢 他就這樣一二 好走一步 好那黑方呢就這樣 紅方就一二可以這樣 他也可以 一二 好也可以 他也可以往右邊走 一二 好他也可以 好他也可以怎麼樣 他也可以一二 好這樣子了解了嗎 好所以馬呢他有很多的方向可以走 好要看他的位置 好如果他是在邊邊 好比如說像這樣子 他如果在邊邊的話呢他會少一些點 好因為呢如果你看我們如果一在這邊 好一一給你走一 然後二咧 你要真正要走到二的時候二往這裡走 啊跳到海裡去 二好往這邊走跳到海裡去 所以呢他這個方向就少了兩個他原本可以走的位置 因為這邊是棋盤的外面 棋盤外面你飛到外太空去了 好 這個就是馬的走法 馬呢他就是一二 一二 好那老師先教 我們教比較簡單的 老師來舉個例子 好老師舉個例子 老師把馬兒放中間 把馬放中間 好馬跟鞠 這個馬跟鞠炮竹是一樣的 他呢這個可以過河 好可以過河所以他很強 好那老師擺一下棋子 這樣子好了 好 over 哇這什麼東西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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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壯觀喔 好老師要講的是馬呢 如果放在這個比較中間棋盤上比較中間的地方 他就很厲害喔 因為你看紅方現在這個馬 好他假如換紅方 紅方可以吃誰 好紅馬可以吃誰 好那就請你跟著老師看喔 好我們先暫停一下 好我們繼續啊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馬呢 他可以怎麼走 好我們講一二對不對 好一二好一二老師來示範一次 一他可以往他的右邊走 一這邊是一對不對 一然後二咧 好二的話呢他就可以怎麼樣 像是一樣他就可以 好你要看這邊就像有虛線 好有和沒關係我們可以過和 好所以呢他二的時候還是斜著走 斜著走呢你看他這個方向以後呢 好記得是順著這個方向 我們不是打回力標啊 所以呢順著這個方向以後呢 好順著這個方向呢 往右邊的上面 好因為你剛剛是右邊嘛 好所以呢你是往右走啊 那你就往右上跟 右下 好懂了嗎 好你剛剛是往右 你的一是往右 一是往右 那你的二呢 你的二就是右上跟右下 你這個右要超過來 好 好右下 聽懂了嗎 你這邊有個右 那你這邊你要右 好右上或右下 好所以呢他可以怎麼樣 一二把這個碼吃掉 好或者是他也可以往一二把這個碼吃掉 好了解了嗎 好再來 好如果說他剛剛我們剛剛一已經畫過了 一一在這裡 一一在這邊然後呢 二二 好再來老師如果我們一呢 我們不要這樣子的一 我們呢往右走過了 那我們往這個下方好了 往下 往下 好往下的話這個是一對不對 好一完了以後二呢 二你就要繼續好了 老實說你是第一個方向是一 往下對不對 好那你就要往下面的 右邊或下面的左邊走 你就不能把骨回來 你就不能倒退回來 好所以呢一一完了以後你就二 下面的右邊或二下面的右邊 好所以結論是什麼 你的這隻馬可以往下之後呢 就吃掉這一隻竹 好一二 好或者是呢這樣子 往下以後吃掉那邊的竹 好一二 好明白了嗎 這是往下 好再來呢 紅方的馬呢他可以怎麼樣 他可以一的時候往右往下 他可以往左 往左當一 好往左了以後當一了 老師說你這個方向要繼續喔 所以你往左了以後你就是往左上 或者是往左下 好往左下 好就在這邊 寫這種 好所以你就一二吃掉他 或者是一二吃掉他 好示範一次哈 一二吃掉他 或者是一二吃掉他 OK 了解了嗎 好我們再試試看 那紅方呢 好還剩一個方向 你的一呢你不要往這邊也不要往下面也不要往左邊 往上面走好一 好老師說二的時候你要繼續啊 繼續斜的走是往上面的上面的右邊 所以一二 好然後呢往上面的上面的左邊 一二到這邊來 好所以呢你可以吃的是誰 炮對不對 好馬這樣一二吃掉他 或者是你可以馬可以怎麼樣 一二 好是這樣子吧 炮得也吃掉 好所以呢你看喔 所以紅馬他的一有幾個方向 好他的一他可以往這邊一 好他可以往這邊一 他也可以往這邊一 往這邊一 好這個是他的一喔 好這個一 不是喔他只是經過而已喔 不是真的要停下來 好他的一總共有幾個方向 四個地方 好四個地方 老師我知道這叫做四海遊龍 好四個方向 好東西南北好前後左右好 四個方向 二的時候呢就可以分別 把那個方向的兩個棋子給吃掉 所以他可以吃馬 吃這隻 吃這隻 哇好高興 吃這隻 吃這隻 好他現在變血轉木馬了有沒有 吃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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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有沒有暈了 好轉了一圈 好所以這隻馬他現在這隻馬在這個位置啊 他總共有幾個選擇 他可以吃幾個人 好他有幾個幾個選擇 好這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老師在四個方向都放同樣的旗子對不對 兩個旗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所以他總共有八個方向 好中間的馬總共有八個方向可以吃 好就叫做馬帕八方 雲集 好不是雲集 馬帕八方而已喔 八個方向 八個位置 八個位置你都可以吃掉他 好那如果說你的馬在邊邊 好很不幸的在邊邊 好在邊邊的話可能就沒那麼好運啊 馬在邊邊的話他可以吃八個嗎 好不行喔 你看他可以最多可以吃幾個 好你看 猴馬他只能 這個時候因為他在邊邊 既然在邊邊的話他的一 他的一可能往下 不可能 可不可能往左邊 不可能 所以他的一只能 他的一只能有兩個方向 一 好往右邊 好往右邊 一然後再繼續往右邊的上面 一二把這個炮吃掉 對不對 好那右邊呢 又不能往右邊的下面下面又撞牆了 好又跳到海裡去了 好那所以呢他只能往上面 好上面的話呢 一然後上面的右邊跟上面的左邊 左邊又撞牆了 所以呢上面的右邊吃掉他 好所以炮呢 這個馬呢在邊邊的時候呢 最多只能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跳到這邊 一個是還原 一個是跳到這邊來 再看一次 一二吃掉他 一二 或者是呢這個 一二把炮給吃掉 好明白了嗎 好馬在邊邊的話呢 位置就比較少 所以我們盡量把馬放到中間來 哇變得好強 一次可以 有八個選擇可以吃 好再來呢 最後的最後 我們快要結束了 好因為呢這個 個子的走法 尤其是馬非常重要 怕這個各位小朋友呢 還不夠熟悉 好那馬 這個象呢有篩象也 好那馬呢他有拐馬腳 他有拐馬腳 好老師再放一下剛剛那個位置 好老師剛剛放什麼 其實有一點點忘記了 好但是差不多的 好老師剛剛是發了 放了八個旗子 給這個可以給紅馬吃掉對不對 好注意喔 我們現在要交拐馬腳 好拐馬腳 好那拐馬腳的話呢 老師放 拐馬腳跟三象一樣 不管是什麼旗子 好比如說老師放一個這個 好如果他的旁邊有 有一個旗子 不管是紅的還是黑的 那不重要 好那他這個一的時候啊 紅方的一 這個馬要往右 右邊一的時候是不是就撞到了這個旗子 好那撞到這個旗子 請問可不可以到二 不行 所以他紅馬可不可以吃掉黑馬 好現在他就不能了 好你看看紅馬可不可以吃黑馬 不行 不行 好所以呢這兩個呢 好我們就當作他消失了 好這次是你不能吃的 登登 好這個呢 老師放黑的旗子是 本來是代表紅幫可以走的 就紅馬不能吃 紅馬呢 紅馬呢 他就不能吃掉這兩個旗子 對不對 他就看不到啦 喔不見了 吃不到 好再來如果老師在 好老師很壞 好老師呢 再放一個旗子 再放一個旗子在這邊 好放一個旗子在這邊的話 請問呢 往上的方向 一 是不是撞到了 那二的時候可不可以吃這個炮 不行 可不可以吃這個炮 不行 好跟炮說拜拜 拜拜 好拜拜的意思不是被吃掉 是代表你紅馬不能走了 都都不見了 了解了嗎 好老師好壞 老師再放一個旗子 再放一個旗子 登登 好放一個旗子在這邊 好放一個炮在這邊 不管是什麼旗子 不重要 好 往左邊一 往左邊一的時候 是不是不能一了 好撞到旗子了 好那你可不可以二 把G給吃掉 答案是不行 你看 吃不了 吃不了 好吃不了 好老師就先把他拿起來 跟他say goodbye 好拿起來不是吃掉 拿起來是代表你紅馬也不能走了 好那你看看 現在紅馬可以走到哪邊了 只剩下兩個方向對不對 兩個方向 他可以吃這個也可以吃這個 好其他的位置他都不能動 喔被包起來了對不對 好老師很壞 好老師呢再加旗子 好如果呢把這個馬呢 好馬呢好老師加 喔不對不對 好這邊這邊 好如果老師再加一個馬放在這邊 登登 好那請問上面這隻馬 他一的時候是不是撞到馬了 那可不可以二 好不行喔不能二 好他也不能 二 好所以呢馬就這個馬就吃不到主 這個馬也吃不到主 好所以呢 可以怎麼樣 好所以他就把豬 老師就把豬拿起來 代表他不能吃了 登登 好所以請問中間這隻馬他可不可以動 可不可以動 好答案是 不行動 好你這邊也不行動 被鞠擋住拐馬腳 好這邊這個上面呢 也不能動 好被冰拐馬腳 好這邊呢也不能動 被泡拐馬腳 好下面呢也不能被 也不能去 因為被你另外一隻馬給拐馬腳 好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藍獸香菇 好這隻馬呢他就不能動了 太難過了知道嗎 好所以這個就叫做拐馬腳 我就叫做拐馬腳 好最後一題 好這一題呢先考考大家 好因為呢 今天的時間有點長 老師下次再講一下解答 好再講一下解答 好老師排一下就好 好 就這樣子 好請問呢 不對老師再加一個旗子 好有沒有看到 紅方有一隻馬 黑方有一隻馬 好老師要考考你們的問題 紅馬可不可以吃黑馬 好我不知道答案 好你先想一下 好那黑馬可不可以吃紅馬 好老師也不知道答案 也先不跟你講 好然後呢我們下一次呢 再公佈請你想想看 紅馬可不可以吃黑馬喔 黑馬可不可以吃紅馬喔 拐馬腳 好什麼叫做拐馬腳 好想一下 好那我們下次呢 我們會再複習一下 好因為馬比較難 那我們所有的其實都已經走完了喔 好所以呢如果你都看完了 好老師錄的這幾集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跟爸爸媽媽 好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來下下看 好好那我小朋友我們下次見囉 好謝謝大家